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干净的人们将自己的悲伤与哭泣也都压制在肺液之中 生怕惊扰了这沁国二十年来最悲伤的一天 皇帝陛下驾崩的消息终究不可能一直瞒下去 尤其是当传言愈来愈胜的时候 太后当机立断 等不及派去大东山的军队接回陛下遗体 也等不及各项调查的继续 便将这件震动天下的复文发出 京都的百姓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是一旦得到了朝廷的证实 看见了皇城四方角楼里挂出的大白灯笼 依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人们往往如此 在一个人死后才会想到他的好处 不论沁国的皇帝陛下是个怎么样性情的人 至少在他统治沁国的二十余年间 沁国子民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故而京都一夜尽悲声 皇帝病死在大东山巅 这是沁国的权贵们想要告诉沁国子民的真相 而至于真正的人相是什么 或许要等几年以后才会逐渐揭开 像洪水一样冲进沁国百姓的心里 那些权贵们会再次利用沁国子民的心痛 去寻求他们进一步的利益 还不到举国发丧的那一天 京都已经变成了一片白色的世界 然而礼部尚书与红卢寺正卿 应该随着陛下葬生在遥远的大东山顶 所以一硬体力执行起来 总显得有些不顺 就像一首乌业的悲曲 在中间总是被迫打了几个盾 也正是因为这些不顺 朝内宫中的大人物们在悲伤之余 更多的是陷入了某种惶恐不安之中 皇帝陛下这些年来 虽然没有什么太过惊人的举措 显得有些中庸安静 然而这位死去的人毕竟是庆帝 是整个庆国精神的核心 所有的人在习惯悲伤之后 都开始感觉到了荒谬 当年无比精彩绝艳的皇帝陛下 胸中怀着一统天下伟大智业的陛下 怎么可能就如此悄无声息的逝去了呢 不是不能接受皇帝陛下的离去 只是所有人似乎都无法接受这种离去的方式 这种离去的方式 安静的过于诡异 统治者悄无声息的逝去 那么迎接庆国的将是什么呢 是动乱之后的崩溃 是平稳成袭之后的浴火重生 因惶恐而寻求稳定 人心私定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太极殿中的那把龙椅 迫切希望能有一位皇子 赶紧将自己的臀部坐到那把椅子上 稳定庆国的朝政 太子自然是第一个选择 无论从名分上 从与太后的关系上 从大臣们的观感上来说 理所言当 应该是由太子继承皇位 然而众所周知 皇帝陛下此行东山祭天 最大的目的就是废太子 有些人想到了什么 想明白了什么 却什么也不敢说 那些入宫哭灵的大臣们 远远看着扶着衣冠痛哭的太子殿下 心头都生出了无比的寒意与敬畏 似乎又看到了一位年轻时的皇帝陛下 在痛哭与棺材旁重生 在官员之中流传着大东山之事的真相 似乎与小范大人有关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但范贤失踪了 或许死在了大东山上 或许为罪潜逃 扔下自己的父亲 妻子 腹中的孩子 跑到了遥远的异国 大臣们清楚 小范大人如果没有翻天的本领 那么今后只能将姓名埋于黑暗之中 而大事已定 太后坐在韩光殿的门口 听着殿后传来的阵阵哭泣 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着 老年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悲痛 然而他知道 眼下还不是自己放肆悲伤的师姐 他必须把庆国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 才能真正地休息 门外依着李氏皇族当年发迹之地的旧俗 摆着一只黄铜盆 盆中烧着一些市井人家用的纸钱 黄色的纸钱渐渐烧成一片灰烬 就像在预示着人生的无常 再如何风光无限的一生 最后也只不过会化成一盆烟 一地灰 整座宫殿都在忙碌着 在压抑紧张中忙碌着 那层宫墙并不高 隐隐可以看见内庭采办的白帆的干头 在墙上匆忙奔走 朝着乾宫的方向去 在太极殿内 今天将发生一件决定庆国将来走向的事情 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那里 与之相较 韩光殿此处反而有些冷清 太后将浑浊的目光 从那些白帆干头处收了回来 微杀着声音说道 朝廷不能乱 所以今日宫中乱一些也无妨 然后他回头看了身旁的老大臣一眼 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道 您是元老大臣 备受陛下信任 在这个当口 您应当为朝廷考虑 书无伴勾着身子 老儿田静的眼神 看着黄盆里渐渐熄灭的火焰 压抑着声音说道 老臣明白 然而陛下一诏在此 臣不敢不遵 太后的眼中闪过一丝跳跃的火焰 片刻以后马上熄灭 轻轻伸手 将手中那封没有开启的信扔进了铜盆中 铜盆中本来快要熄灭的纸钱 顿时烧得更厉害了些 那封沁国皇帝遇刺前夜亲笔所书 指定沁国皇帝继承人的遗诏 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祭奠自己的无用之钱 书无盯着铜盆里的那封信 许久没有言语 人既然已经去了 那么他曾经说过什么 便不再重要 太后忽然咳了起来 咳得很是辛苦 久久才平复下急促的呼吸 望着书无 用一种极为诚恳的眼神 带着一丝绝不该有的温和语气 没了庆国的将来 真相是什么 从来都不重要 难道不是吗 书无沉默许久以后 摇了摇头的 太后娘娘 臣只是个读书人 臣只知道 真相便是真相 胜义便是胜义 臣是陛下的臣子 你已经尽了心了 你已经尽了臣子的本分 如果你再有机会看到范贤 记得告诉他 哀家会给他一个洗刷罪名的机会 只要他站出来 书无的心中涌起一股寒意 知道小范大人如果昨夜真的入宫面见太后 只怕此时已经成为了阶下囚 正式成为陛下御赐的真凶 成为太子登基前的那响礼炮 他一依极地 恭敬说道 臣去太极殿 太后微笑着摇摇头 去吧 要知道 什么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既然无法改变 任何改变的企图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那何必改变呢 书无乃庆国元老大臣 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尊崇 门生故旧遍布朝中 此人却生就一个绝强性 今日冯太子登基之典 竟是不顾生死 强行求见太后 意图改变此事 也只有这位老大臣 才有资格做这件事情 如果换成别的官员 只怕此事早已变成了 宫墙之下的一缕冤魂 庆帝心丧 太子登基 在此关头 太后一切以稳定为主 不会对这位老大臣太过逼迫 然而书无什么都改变不了 如果他聪明的话 会安静地等着太子登基 然后马上起海谷 归故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